Hello大家好,我是蠻魔瓶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元宇宙先驱第二人生的故事 上一期我向大家介绍了这款由菲利普、罗斯戴尔和他的公司林登实验室 在03年开发完成的网游 是如何从发布之初的末欧文通过三年的更新 终于被大众媒体关注到走向巅峰的 简单来说,林登实验室与传统游戏开发商的思路完全不同 他们并没有将开发重点放在游戏内容的填充上 而是放在了鼓励用户利用游戏内工具创造内容 并和其他人交易获利之上 玩家们可以通过购买土地在游戏中建设自己的住所 建立商铺将自己设计的服装卖给他人 乃至建赌场谋取暴力 为了鼓励用户进行创作 制作组甚至承认了玩家对游戏中自己创造的物品拥有所有权 连游戏的货币、林登币都可以按照一定比例兑换美元 在这一套自由经济的规则下 游戏中出现了以中安社为代表的一些虚拟富豪 他们通过游戏内的投资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作用价值超百万美元的虚拟资产 被当时的媒体广泛报道 这样的造福神话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人加入第二人生 游戏的注册用户量在07年突破了1000万 各种商业企业和名人也赶时髦到游戏里凑任 罗斯戴尔当初建立一个大型虚拟世界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 然而很快游戏就遇到了一连串的致命问题 最终导致其归于小众 耐心看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游戏走红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便是虚拟经济是否要受到现实经济规则制约的问题 因为与现实货币挂钩 美国国势局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对玩家在第二人生的收入征税 07年FBI也开始介入对游戏中赌博问题的调查 灵灯实验室迫于现实压力 在同年7月底宣布将不考虑个别国家或州的法律 一事同仁的禁止所有玩家在游戏内挖21点 德州扑克 轮盘赌和老虎机等赌博游戏 违反政策玩家账户将被封禁甚至有封 灵灯实验室还透露 可能会向当局和金融机构提供被调查者的所有用户信息 禁赌政策一出 玩家自然不乐意了 有些玩家甚至在游戏里游行抗议 控诉官方独裁 赌博乱象之外 游戏还被质疑纵容洗钱 而当罗斯戴尔被问及相关问题时 他颇为避重就轻的说 自己对这方面不太懂 但既然洗的是现实货币 那么问题还是出在现实货币上 虽然互联网金融系统和相关支付技术在07年确实才刚刚起步 但罗斯戴尔在相关问题上非常不专业的表态 还是暴露了灵灯实验室对游戏内的金融行为 缺乏清晰认识和有效监管的现实 而缺乏监管的经济体系必将漏洞百出 07年8月 游戏中最大的30家虚拟银行之 Ginkgo Financial出现挤兑 高达百百和百分之四十四的年利率 在当时就让一些态度比较现实的玩家怀疑是庞氏骗局 在禁赌令发布后 可能是因为对赌博业的投资都打了水漂 该银行灵灯币储备不足 出现了储户无法支取的现象 引发了大规模的恐慌和挤兑 银行一开始试图通过下调每日支取上线 四处借款等方式缓解紧张局势 但最后还是摆烂 银行负责人尼古拉斯·卡雷罗 将用户们存的零的美元转换为了收益只有几美分的永久债券 许多愤怒的储户组成了金融投资联盟准备对卡雷罗提起集体诉讼 但卡雷罗是个巴西人并不在美国 等于是成了虚拟老赖 这次挤兑风波彻底暴露了在看似自由的虚拟世界中 监管机构与相关法律的缺位会给普通人造成多么灾难性的打击 尽管后来灵灯实验室吸取了教训 在08年规定只允许拥有真实银行牌照的组织 开设复习账户 但为时已晚 信任的破裂再难弥补 除了因缺乏管理而漏洞摆出的经济系统外 红理器的用户数量指数及暴增 也给灵灯实验室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本来针对用户量暴增优化运行效率就已疏为不易 结果还出现了故意对游戏进行恶意攻击的人 他们时不时就会利用游戏中的各种漏洞 来对服务器进行攻击 比如在游戏里散播一种灰色粘液 这种东西会漂浮在空中 当他们被玩家触碰后 就会像病毒一样快速繁殖 导致游戏延迟甚至服务器连接中断 更可怕的是 还有一种可以复制游戏内任何物品的程序 CopyBot被滥用 尽管该程序的开发者之一山本巴巴的 接受CNET采访时解释到 团队开发CopyBot是用于进行测试和演示 从来没有打算用于非法目的 但由于这个程序是开源的 某些不怀好意的用户也能轻易获取 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上述问题都暴露了游戏的程序架构 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而技术团队也因此总是处于疲于救火的状态 07年底 罗斯戴尔与斯蒂尔科里·翁德雷卡 在技术工作方向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罗斯戴尔坚称现阶段第二人生需要稳定服务质量 而非另一方倡导的加速机制创新 这导致曾是灵灯实验室第四位员工的元老级人物 翁德雷卡离职 值得一提的是翁德雷卡后来加入了Facebook 这还真是无巧不成书 即便抛开这些技术方面的问题不谈 高光时期的第二人生仍是一款非常不成熟的产品 其复杂的交互界面与脚本语言 是新手不得不付出数十小时的学习成本 而官方在忙于解决走红后带来的种种技术问题之时 压根没有把改善新手体验作为优先事项 导致这个世界还没完全断奶 就不得不开始面对走路甚至于跑步的问题 罗斯戴尔实际上也很清楚这一点 他曾在07年的采访中说道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玩家需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弄清楚如何在游戏中做事 如果入门时间能从平均四小时降至四十分钟 我们的用户留存率就会从10%上升到50%以上 翁德雷卡离职后仅三个月 罗斯戴尔就于08年3月宣布 即将卸任灵灯实验室CEO 他在公司博客里解释 这是因为灵灯实验室已经成为了一家几百人规模的公司 他已无法再承担最高管理者的职能 在大公司管理和人力资源调配方面 自己有些力不从心 他在两个月后找到了一位没有技术背景的 职业投资经理人马克金顿担任新的CEO 而他本人则退居幕后任董事会主席 金顿商人后曾在采访中表示 罗斯戴尔与翁德雷卡离开后 留给他的第二人生 其实是一款稳定性非常差的产品 而且注册用户数量几乎没有增长 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 他重组了公司管理层与组织架构 取缔了第二人生的第三方交易市场 并着力于提高游戏的稳定性与新手用户体验 为了提升刘存 金顿还想为不同类型的用户 做不一样的新手教程 甚至还打算做专门的企业版 可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曾在06、07年跟风入入第二人生的企业 几乎都在07年底 游戏用户数据持续走低后黯然离场 美国Good杂志曾在一篇特稿中 如此描述当时的萧条场景 大型服装零售店 America Apparel大门紧闭 瑞布和戴耳店里既没有店员 也没有顾客 到处都没什么人气 只有那些与成人相关的场所 和种种脑洞大开的赛博成长 在这片虚拟的法外之地 保持着一定的活跃度 第二人生渐渐走向了陌龙 在金顿执掌公司的两年里 许多第二人生的老玩家并不喜欢他 这些外围市场投入了太多资源 而抛弃了罗斯戴尔曾秉承的极客精神 并嘲讽他为空架子 除了不讨用户喜欢 金顿也没服务好投资人 由于灵灯实验室并没有上市 金顿得以对外一直坚称公司在盈利 但每次谈及此 他都只会列举游戏里的交易数据 而不谈更关键的营收数据 直到10年6月 灵灯实验室宣布裁员30% 严峻的经营困境 才彻底暴露在大众面前 最终在6月底金顿下台 罗斯戴尔临危受命重任CEO 并在7周年演讲中 承认了过去两年 公司有过度扩张的嫌疑 请求用户的原谅 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罗斯戴尔仅担任了4个月临时CEO 就宣布要再次离职 并且要寻找一位永久接班人 因为他想继续投入到 他的新公司Law Machine 关于虚拟世界人工智能的研究中 之后前一 副总裁兼模拟人生负责人 随着灵魂人物彻底离开 第二人生在之后 也再没有重现0607年的辉煌 到了10年底 第二人生和灵灯实验室 都彻底沦为了 投资人眼中的鸡肋 由于诞生的年代较早 第二人生的系统 完全不能满足用户对安全性 负载稳定性的需求 如果企业想要通过游戏开展业务 不仅要面对游戏内的恶意攻击 还有面对数据可靠性不佳的问题 游戏在机密设计与应用性上 被脸书和推特等社交产品完全碾压 而灵灯实验室 并没有针对移动互联网做产品布局 作为以社交为核心卖点的产品 却无法随时随地登录 显然就有些落伍了 尽管还有着稳定的用户群 但由于没有颠覆性的技术亮点和功能创新 随着红利期一去不复返 第二人生实际上在10年底 就已经被即将来临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所抛弃 14年VR热潮建起 Branch Out前CEO 埃贝·阿尔特·伯格 出任灵灯实验室新任CEO后 在接下来的6年里 将公司重心放到了新产品Sensor上 想把它打造成VR版的第二人生 而第二人生本身则彻底被边缘化 但是VR概念本身就水分很大 灵灯实验室也像当时大部分试水VR的公司一样 并没有做出好成绩 由于在这个项目上损耗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最终20年3月 灵灯实验室将Sensor出售给了Worky项目公司 虽然第二人生至今还活着 并且在疫情和元宇宙的buff价值下重获了些许热度 但是由于公司的颓势 以及本身老旧的技术框架 如今第二人生能提供的价值 更多在于它为众多想要入聚元宇宙的资本和企业 提供了前车之鉴 在我看来第二人生早期的成功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玩家可以自主创造内容 第二 玩家对创造物拥有产权 第三 自由市场和可兑现的货币体系 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粗糙版的 通过保障私有制 来刺几次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路子 难怪事业巅峰期的罗斯戴尔 也忍不住洋洋得意的称赞游戏中 看不见的手 真是老资本主义了 然而 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种种红利支持 黑灰产也应远而生 赌博 集资诈骗 洗钱 经济泡泡等在第二人生里来了个变 可以说是引入市场经济 却没有匹配的监管机制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现如今的元宇宙 甚至连个成熟的产品都没诞生 就已经吸引了一批资本跑马全递 将虚拟地块 虚拟艺术品德炒上了天价 可以说是把第二人生中 曾经出现的狂热情景 来了一个加强版复刻 让人不得不保持警惕 另一方面 第二人生的实践 也已经明确招式了 建立一个大型多人可互动的虚拟世界 对于硬件和网络的要求有多么夸张 个人认为 多人游戏 强互动性和顶尖画面 这三者间属于不可能的三角的关系 无法同时实现 即便真的能实现 Bug 黑客攻击等 也会让这个复杂的虚拟世界变得异常脆弱 值得一提的是 连第二人生的创始人罗斯戴尔本人 对于现如今的元宇宙日表示了悲观 在今年11月的采访中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元宇宙之时 他说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我不得不有些悲伤地承认 元宇宙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 或许永远都不是 很多人是无法接受自己通过一个虚拟形象 与他人进行交流的 在同一篇采访中 罗斯戴尔也表达了对于Facebook 这样大型企业涉足这一领域的警惕 他说 我希望现如今的元宇宙日 能够创造出一些 供人们在网上进行积极交流 与交友的公共空间 让人们在现实中遇到不公实 能够自由地表达出来 而这样的元宇宙图简 需要独立于那些能够控制我们身份信息 和触媒信息的大型科技公司而存在 除了对大公司掌控一切的恐惧外 我个人很赞同罗斯戴尔元宇宙 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一说法 其实对于那些常年泡在第二人生中生活的玩家 这款游戏可不就是他们的元宇宙吗 他们在其中社交 赚钱 乃至满足各种稀稀古怪的插幻想 但是对于另外那些对第二人生浅长哲指的人来说 在虚拟空间中通过虚拟形象与他人交往 或许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但却并不能替代现实中的社交 而以扎克伯格为代表的新一代元宇宙鼓吹者 却试图向大家描绘一个 我们将大多数现实中的社交场景 至于心理空间来完成的图景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条 早已被第二人生验证过的难以走通的道路 恐怕Facebook的元宇宙产品 最后也不过就是一个更加精致一些的VRChat 或者是精致版的第二人生 最终只能成为少数人的乐园 而不会真的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至于那些强行挂靠元宇宙知名的区块链割韭菜游戏 那就是妥妥的智商税了 大家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就是了 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 这些区块链游戏是如何骗人的 那就拜托大家给这个视频多多点赞收藏 我之后抽空安排 以及给大家详细剖析一份 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